大家好,今次和大家分享的一件事 就是我十多年前很喜欢做炒饭吃 又简单又方便又很容易煮得到 但是它的方法也很容易去调配 我通常会用 糙米、红米加白米 我自己比较喜欢用新鲜煮好的饭 然后再炒,我比较喜欢做法 但是可以煮好饭,放在冰箱里 但以后用来炒饭就比较适合 但是我觉得如果想用新鲜的饭 就要煮三位饭 煮好三位饭之后 接下来就是预备配菜 配菜最好的就是用七样材料 每一样的材料加两样 每一样的材料加两样 因为你的品种多 这样的情况下 配菜就会非常多 好似这个图片当中 这个香港常见的碟头饭 大概是一厘米 一厘米至两厘米 左右的份量 因为你会看到 这个效果 只有四五种材料 所以你会看到 会比较多些 如果配菜多 可以再选择更多 其实最好的组合 里面有两种菜 例如生菜 白菜 或者你可以放椰菜 例如一些材料 例如一些材料 你会预备一些 之前想着 快要吃 那些菜 就快要烂了 把菜切粒 放入冰格 自制材料 这个方法 就会比较好些 而且你不用特意买一包杂豆 根本就浪费 平时你去那些超级市场 你去买那些杂豆 你去什么呢 青豆 苏米 红萝卜 如果你自己买的 你买这三样东西 每样一条 苏米 一条苏米 一条甘筍 另外再加一条苏米 基本上你这些杂豆 就是用这些 通常都是用这些配方 你自己弄不是一样吗 有时候叫荷兰豆 有时候在百佳 维康 你很常见 因为这些菜吃不完 你放入冰格里 这个体验 我观察到 在百佳 看到 通常都是这些 我看 我自己吃 那些菜 就快烂 放入冰格里 放入冰格里 切粒 切些菜粒 放入冰格里 那就一样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 我自己都会这样做 然后 你现在做炒饭的时候 你便不用特意买一大堆的菜 把那些汁收拾回来 这样就可以了 有时候想加一些新鲜的食材 你可以再买一些 食材 你再加进去 然后再加一些 经常预备好的配方 你加进去 这样就已经 不错了 已经效果非常之好 那我自己就很喜欢 那些 我自己曾经 煮饭的集合 很满意的效果 我自己就拍了 也拍了一些相片 好 好了 香港式炒饭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有时候 你不一定要常常煮到香港茶餐厅 有时候 譬如你欧洲式的煮饭 它的情况和技巧就有点不同 那它那些来说又是怎样做法的呢 欧洲式的那些通常就是煮一个龙汤 那它很多时候 你会在那些电视饮食节目 它就会介绍你 你买一粒那些叫做龙汤 那些砖 那它那些通常的意见 它那些就会说 例如你会发现到 这个观点 你会见到 在那个 叫大城小厨 那些电视节目 那它就会很介绍 你当然是买一粒那些龙汤的砖 你自己煮个龙汤出来 效果一样 但你用很长时间 浪费时间 它会这样讲 有时候你只可以去衡量 有时候你煮个龙汤 煮到龙汤出来之后 但你那个汤的份量 在欧洲那些的习惯 就是煮完汤出来之后 然后才把米直接加到那个汤那里 然后再用慢火再煮 再煮 才再煮饭 令到那些汤就直入那个米里 欧洲会这样很流行这种做法 那来讲 其实都不错的 那当然了 你煮得过龙汤的 那有些汤渣 你可以加上其他配料 可以打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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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着你再煮好饭 那些汤都被吸收进去 然后你再加些香料 然后再加其他配料 然后再炒一炒 那样 欧洲式的煮饭 很通常就加这些 那接着他就加些香料 这种就是欧洲式的煮饭 很普遍会见得到的方法 那当然了 那我自己的情况 就比较 比较喜欢一些 譬如香港式的煮饭 你见到这个图片 就是我自己 就搭入50岁 纪念自己煮饭的一个作品 都算是挺满意的 那你印度式的煮饭 最主要是咖喱酱的调配 就先看看 再选择一个图片 看看自己比较 非常满意的 这个 好了 放大一点 这个 我自己就冷煮 那些黄金素扒 然后再摘些茄汁 上去 随便炒那些荷兰豆 炒的露笋 这也是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煮法 那他先找找找回那个 这样的 这些都不太好 好 这个 哈哈 这个就很久了 这个 是非常久之前的事情 先移好背景 好了 现在怎么看得到 这个图片突然想起第一次用水果煮饭 用苹果肉去皮 代替糖 例如茄汁 用天然的味道 第一次用这个方法 很开心 值得回忆 今次分享自己炒饭 吃到自己变成大肥佬的恩友 很喜欢吃炒饭 就是这样 另一个黑鲜 还有谁值得分享呢? 西兰花 今次的主题放入米 除了三色米之外 还加了一些小米 或者其他小米 加了几种 所以是这样的 今次的分享就来到这里 最主要是表达自己很喜欢吃炒饭的心得 日后如果煮饭比较满意 我也会贴图片 分享一下 今次就来到这里 拜拜